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鱼 在这几天中国国内 特斯拉变成一个政治的牺牲品 从最开始的某军区大院 禁止特斯拉驶入作为事件的起点 到了这几天 高速路上交紧拦截特斯拉 更有甚至 连停车场的老大也都不让特斯拉 进入自己手的那个停车场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下边这段影像 他不让咱进啊 我来跟他过空 师傅,我问一下 我的车为啥不能进 你这些现在新闻 你看了没看 又咋了吧 特斯拉的那个扎不行 那个刹车不行 你们看我没有啊 哎呀,我们这这些 这又负责任了 你知道了没有 你那个不咱饭 吃了事 我要负责担担不起 所以就不让我们车进 哦,不让我们车进 哎呀,又抓到一个啊 特斯拉 你看看,特斯拉都停在这里 其他车都可以走 其他车都可以走 特斯拉都可以走 对啊,搞到哪里 前面都全部都晒车 我们还跑那么远 说起来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动特斯拉呢 最大的一个原因 特斯拉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大陆 做到和美国同价的汽车品牌 我们知道如果是进口汽车的话 按照中国现行的关税 一辆汽车进口到中国 它首先就要收25%的关税 紧接着还有17%的增值税 然后根据排量不同 收取10%到20%不等的消费税 假如说特斯拉的汽车是全进口的 比如说在美国24万进口价的车 到了中国的话 它的关税要收6万 消费税20万 增值税8.5万 三项税合计34万5 再加上原本24万的车价 这个时候整辆车就已经价值58.5万 可是现在它还在汽车销售商的手上 那么车商它自己要挣钱 它自己要有房租水电铺面 还要雇人工 它自己还要交税 它还要留自己的利润 除此之外 它还要留下来二级代理商的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辆24万的车进口到中国来就要卖到90万的原因 像这样一辆成本就已经达到60万的车 它再加上30万卖出去 公司运营销售提成 它也得养一帮人搞个4S店搞售后 所以就说这样一辆24万的车 它90万卖出去 实际上它也挣不上几个钱 那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 特斯拉把美国卖24万的车 放在中国制造 在中国卖 它也卖24万 换句话来说 中国的消费者等于是花24万块钱 可以买到90万的享受 就是这个动作惹倒了共产党 特斯拉副总裁表示 不降价才叫割韭菜 如果我们在中国国产了 我这些节省的成本不让给消费者 我觉得那才叫割韭菜 那就是割新的 更多的保护后买的这些消费 不是保护谁 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 无论在哪一个时点上 我们给消费者都是一个最优的价值 和最好的产品 因为共产党从来没想到 特斯拉玩这一手 按照他们脑子里面的定价 特斯拉应该要卖到50万以上 就像我前边给大家计算过那24万的车 加了三项税以后 大万价就变成58万五 如果说特斯拉按照这个价格来定价 那么中共政府就会非常高兴 因为让特斯拉去占领这个高端市场 让国产的这些电动车品牌 就大量的吃中低端市场 从十几万到30多万这个区间 因为中低端的市值才是最大的 用户群体才是最大的 这样一来 让特斯拉来拉动中国的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 由特斯拉把这样的供应链建立起来以后 让特斯拉作为一个领头羊 坑吃坑吃的去把这些路给摊平了 那么中国国产的这些电动车品牌 就能坐享其成 除此之外 中共政府当然是希望从特斯拉手上 能得到一些最前沿的技术 在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前被要求 每年按照一个百分比的比率来公开他们的技术 在这一点上 马斯克居然就答应了 不但是直接答应 而且根本就没按什么百分比 而是直接全部公开 也正是因为这个动作 中国的这些模仿品 这些竞争品牌 这些牛鬼蛇神们 也纷纷开始了他们的电动车制造之旅 但是有些核心技术 告诉你原理 给了你图纸 但是因为整个系统的优化 你做不到位 这个技术环节打1%的折扣 那个技术环节又是1%的折扣 等到整个车子拼装起来以后 性能就差了百分之几十 就比如说最重要的电能和动力的转换系数 如果说同样的电池 特斯拉转换出来是100%的动力 但是国产品牌转换出来 就是70%可能还不到 就是这样 给了技术给了图纸之后 特斯拉满心欢喜的想 那这下我们可以开始竞争了吧 于是特斯拉拉开驾驶 开始降价搞竞争 准备先以低价打开市场 现在特斯拉的最低型号 只要十几万块钱 二十万都不到 这样一来 这些模仿的国产品牌 他们真是连提鞋的资格都没了 如果说想要把性能做好一点 大量的使用进口零件 进口传感器 这样一来 这成本参参的往上涨 这压不住可是要比特斯拉都还贵 正是因为这几次降价 把中国国产的新能源车打到着不着北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中国搞这个新能源车 中共政府在车架上边就直接补贴车商 在消费者购买的税费上边又做了补贴 甚至连新能源车的车牌 都给你造个新版的 由此可见 中共政府在新能源车这个产业上边 是花了大心思的 可知道特斯拉这么一搞 中共政府的这一盘大棋全盘结束 本应该售价九十万的车 现在二十四万他们就在卖 那你说中国国产这些电动车品牌 他们是不是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又是既不如人 自己造出来的产品就是没人家的好 眼看正当的竞争是搞不过 于是就使坏吧 这时候各种幺蛾子就出现了 像前边上海车长里边一幕幕的闹剧 比如说来自郑州的那个闹场的女人 他声称特斯拉的刹车失灵 但是特斯拉公布了他的黑匣子的记录 记录显示在六秒之内 记录了44条信息 并且他车速从118公里降低到了45公里 这样的刹车记录 可以秒杀国内同级的所有车辆 可是这个闹市的车主他不依不饶 他却说特斯拉这样公布黑匣子的记录 是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 他将以此来起诉特斯拉 大家看看 这样一件一件的事情 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和中共政府的丑态 明明就是一个党经济的国家 还偏偏要装作有市场经济 明明就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化的国家 偏偏还要假装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当时把这些国际品牌招商引资进来的时候 许下的那一些美丽的诺言 全TM都是屁话 就算中国政府在搞这些小九九 但是根据4月9号公布的消息 特斯拉在3月份的销量达到了25327辆 较上个月增长了85% 成为特斯拉在中国单月销量的最高纪录 乌鸦三语只有一句话可以总结 如果说想让消费者把兜里边的钱乖乖的掏出来 如果只是虚头巴脑的搞这些宣传和炒作 他半点用处都没有 就像在网易新闻排行榜上 连续这好几个月都在罢评的那个国产电动车品牌 叫小鹏还是叫未来我忘了 他就是靠炒作靠宣传 连续数个月每天打开网易新闻 你都会看见他 无论他是在汽车板块 还是在什么热点新闻板块 他总是阴魂不散 在这里乌鸦三语先做一个声明 因为特斯拉它也是一个个人品牌 它制造的也是消费的商品 乌鸦三语这样挺特斯拉的态度 并不是说我收了特斯拉的钱 去帮特斯拉做广告 我这样的小频道还没有达到恰饭的地步 人家还没看得上给你广告费的 所以说帮特斯拉发声这个事情 是因为中共政府它在乱搞 它在破坏这个世界上的公平与正义 他们正在破坏中国人这三个字 在国际上面的声誉 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人类社会将不再有创新 国家之间都不用再讲信誉 都为了所谓的自我保护 什么所谓的民族品牌 民族产业这些惯以民族开头的东西 在一个全球化开放的今天 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 那么我们的科技将被锁死在这个时代 我们的道德将会被拉低到共产党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乌鸦三宇要站出来 说这个事情的原因 这跟钱没有什么关系 包括乌鸦三宇做这个频道 跟钱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因为同样是耍嘴皮子 大家知道 以我花的这些时间和精力 如果说把它花的忽悠小粉红 去舔共产党 那么可以轻松愉快的去收割小粉红们 但是这样做人会很恶心 所以乌鸦三宇还是选择做一个有良心的频道 好我们接着说特斯拉 因为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的YouTuber 每天我都要阅读大量的新闻和突发事件 所以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 我通常都要去163去看 因为网易新闻上面的这些网友评论 它的开放性和尺度之大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找不着第二家的 反正就是说 让消费者乖乖的把钱掏出来 可不是那么容易 光有套路不行 你还得有诚意 这就像我们这些播主做节目一样 一个节目的封面是它的套路 节目的本身就是我们的质量 如果说你光有套路没有质量的话 就是一个封面党 封面上边画的美女和大产腿 点进来以后发现根本就没有 于是点一个彩立刻就把你关掉 以后再也不来 所以只有套路它没有质量的东西 就是自掘坟墓 我刚刚说的 在网易上面霸评的那种国产电动车品牌 它就是封面党 说起来国内的电动车的这些竞争品牌 现在华为也在积极的投入电动车的研发 任正非的那个小女儿 就是那个长得不算太漂亮 但是又立志一定要走网红这条路的那个 他亲自到车展现场 为华为自己家出的电动车加油助威 在台上进行表演 可是这样的举动就引来了大家的质疑 网友们纷纷表示说 就这一家连手机都搞不定的企业 就去生产车子 而且国家还要力捧它 可是特斯拉一家生产出来的火箭 都能倒着飞回来的公司 由他们生产出来的汽车 你们却说它质量有问题 你说这是不是你们脑子有问题吧 通过乌鸦三运的观察 我觉得特斯拉二三十万的定价 在国内它并不便宜 对于买得起它的人来说 人们并没有讨厌它 可偏偏是这些买不起它的人 也并没有打算买它的人 不然就开启了这种癫狂模式 似乎他们正在享受一场全民的狂欢 对于社会的不公 对于生活的不满 这些人 他们并没有党量去追溯它的源头 这些人 他们想到共产党三个字 心里边甚至都要激励一下 于是他们最后就把自己的政治热情 安放在了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 但是做起来 却能确保自己安全的这些事情上面 就比如说现在反对特斯拉 以及反对其他的这些外国品牌的车 还有再往前线时间 比如说反日 反对日本的产品 反对日本的文化 以至于反对现在的日本人 在九年以前 2012年 西安的蔡阳用一把U型锁 把一名丰田车主的颅骨砸穿 导致这名车主到现在是残疾状态 并且语言功能受损 终生无法离开医院 而那个用U型锁的加害者 他只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到明年他就可以出狱了 这名加害者名叫蔡阳 他的家境贫寒 他的父母都在外省外地 搬别人守工地为生 而他自己作为一个90后 是一个建筑外城的粉刷工 喜欢玩千战游戏 喜欢看那些看日神剧 他也深深的为自己 每天200块钱的零食性的工资 而感到骄傲 在这些共同作用之下 他选择拿起来U型锁 砸穿了别人的头颅 案发以后 以他自己的条件 根本无法支付任何的经济上面的赔偿 曾经帮这名加害者 做过辩护的律师 今天他也忏悔到 当初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 随着反特斯拉的这样的声音 越来越强 乌鸦三玉又忍不住的想到了 这九年前的这桩案子 会不会在将来不久以后 特斯拉的车主 也将被这些U型锁 砸破窗子 砸破脑袋 因为中共最牛逼的一项技术就是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就能培养出来最多的傻逼 如果说这次特斯拉 被完全的逼出中国 那么我相信 马斯克的新链计划 这就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把利剑 一旦人民有了自由的信息流动 中共的网络审查 新闻审查 言论审查等等的这些手段 完全失效的 那么乌鸦三玉相信 中共的倒台 它只用按天来记就好了 好了 就说那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track 转ты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